自19世纪30年代首个电子通信系统发明以来,世界一直在发生着变化。 信息通信技术,ICT,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着,重新塑造着我们周围的世界。 1998年,国际电联,联合国负责信息通信技术,ICT的专门机构,倡导开展一种新的,有关技术影响的全球对话。 该会议被称为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,VSYS,是首个向所有各方开放的联合国高峰会议。 我们希望听取来自每一个人,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,因为如果技术真正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,任何人都不应排斥在外。 全世界就美好的蓝图达成一致,努力实现平等获取,并继续开发信息通信技术。 十年之后的今天,在这些原则的感召之下,全世界都齐心协力,利用技术来推动发展,促进创新。 而且每年,VSYS论坛都为全球提供机会,总结以取得的成就,认识依然存在的差距。 2014年的VSYS加时会议,又为ICT驱动的可持续,未来制定了新一批工作重点。 在技术不断改变和丰富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今天,VSYS仍然是最为开放,包容性最强,却最可无障碍接入的全球平台。 信息通信技术,ICT,是实现真正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 行动起来,让我们美梦成真。